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3日 星期六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國民眾今次 令當局操守不及的抗爭 得到越來越多的境外支持 12月1日 美國一個由40多位聯邦參議員組成的兩黨小組 自信中共駐美大使秦剛 警告中共不要對參加白紙革命的和平抗議者 進行暴力鎮壓 參議員特別警告 鎮壓將會對美中關係造成巨大的損害 這42名參議員 以民主黨議員沙利文 默克利 和共和黨議員 默康奈爾 和托德陽 為首 他們在信中表示 他們正在非常密切關注抗議活動中 中共政府是如何對抗議者進行回應的 同時他們提到8964 中共軍隊對和平學生的暴力鎮壓 眾所周知 天安門事件引起全球性的譴責 歐美國國紛紛以經濟制裁的懲罰手段 抵制武力鎮壓 在這封信中 美國議員抓住北京政府的外交軟勒 強烈告誡他們 如果再次發生這種暴力鎮壓 美中關係將面臨嚴重的後果 造成非同尋常的損害 他們認為 這是中國歷史性的抗議活動 展示了中國人民的勇氣 中共當局需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而不是壓制 用白紙抗爭的方式在大陸流傳甚遠 已經按不住了 12月2日 河北保定因為工亂不足 一個小區的業主 手持寫著冷的白紙在街上遊行示威 並大聲叫大唐不作為 大唐是工亂公司 雖然他們沒有明確反對當局 但有人說公民意識覺醒 打開了缺口以後大家都認識了 2日白天 天津市南海區 有民眾塞著馬路 阻止當局在人口囚密的居民區 建方倉 河北省平鼎山市優勝街小區 在幾個小時之內 上演了這樣一幕 民眾拆除鐵皮要求解封 接著又再被封 之後群眾又再次拆除鐵皮 北京市通州區馬區橋鎮 連日來持續不斷發生 居民要求解封的事件 12月1日晚 馬區橋鎮北門口村民開始叫門了 目前當局的回應有軟化的跡象 在大火燒死了10個人的烏魯木齊市 當局聲稱即日起 有序恢復大型超市、餐廳等經營 低風險區市民可以跨區活動 山東省濟南市、力城區、蓋家花園南一區 今晚民眾要求解封 經過努力最後解封成功 民眾笑稱說出牢了 甘肅省蘭州市昨日下午風向而變 昨晚方艙隔離點開始清理 能出就出 但當局解封手忙腳亂 步調不一令民眾無所適從 很多人認為 北京當局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 對爆發更大規模的衝突 都是會驚 於是摸開一面暫時解封 未來仍然是未知數 1日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與習近平會面時提出人權、 基本自由和少數群體權利的問題 重申和平集會的重要性 歐方的聲明沒有透露 習近平對抗議浪潮和人權議題作何回應 而中共新華社也隻字不提米歇爾提出的人權議題 米歇爾提到的和平集會權利 是世界人權宣言和各國憲法中都持守的一項基本權利 然而 習近平卻繼續吹捧中共二十大成果 強調對社會穩定有信心 對此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的話說 中共當局與習近平感受到雙重威脅 一來民眾要求結束動態清零 二來民眾要求政治改革 其實單單爆發這麼大規模的群體抗議 就已經使得習近平吹噓的動態清零取得偉大勝利破產 也意味著 習近平自己將自己吹捧成神的自我造神運動破產 有評論表示 對於一個容不得任何異議的專制者來說 白紙竟亦突然成了不可容忍的挑釁 顯示了習近平對於針對他的抗議遍地開花 已經感到恐懼 目前大家都關心反抗運動能不能夠形成 習會不會血腥鎮壓 二號知名財經博主曹山石爆料 南華早報消息 中共領導人決定轉向說看到年輕人累了 還有人爆料一家石家莊的方艙醫院要求在12月2日晚上12點前清零 李路斯不是李路斯爆料 在北京時間2日晚北京多處核酸亭正在被拆除 同時武漢華安理民眾推開隔離場自行解封 而在上海敏航洪橋鎮萬元新城 因為一例密接當日凌晨通告要封小區 人們不再逆來信仇 2日晚上居民聚集強烈要求解封 在保定市連阿公阿婆也學著舉白紙抗議 而目前廣州很多大白失業回家 網友說應該追究他們當街施暴的刑事責任 但有視像顯示 很多想離開廣州的人突然全部變成紅馬、黃馬 有人認為這是變相封城 有人說這種轉向更加恐怖 前幾天還在推國際健康馬護營 出現運動後一眨眼轉變方向 沒有解釋、沒有發佈會 完全等於上層建築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可能明天想回歸清零了 一眨眼又回去了 還有人說這些年來對中共的認知 讓我覺得事情沒那麼簡單 另外2日中共網易新聞發佈北京衛健委主任 收受核酸賄賂 懷疑中共又演卸博的戲碼 網友說 那就證明了做核酸就是有警管咯 全國到處都有能夠全部都查清嗎? 能夠查清除非有反對黨有獨立司法 有網友微博寫道 白紙上什麼都沒有寫 但獨裁者在上面 看到了自己的類類罪行 12月2日 芬蘭總理馬林在訪問 悉尼智夫諾伊研究所時候表示 民主國家必須警惕中共影響 並減少對專制政權的技術和能源依賴 在今年俄羅斯入侵華蘭之後 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馬林指出 澳洲和芬蘭等國家必須打造共同生命線 並指定結制中共經濟挑戰的措施 他說 現在是時候停止天真了 在中國問題上也是這樣 他呼籲民主國家在重要領域擁有戰略自主權 在2號當日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會見馬林 討論坎培拉和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 馬林表示 不斷變化的全球安全環境正在拉近澳洲和歐洲的距離 而在中澳局勢緊張的情況下 坎培拉和美英國家結成了更緊密的聯盟 他說 我們都對中共有擔憂 他表示 人民戰爭的爆發已經表明 民主國家需要建立更緊密的貿易和戰略聯盟 而且他說 我們必須確保 在涉及中共的時候 我們沒有那些關鍵的依賴 我們來看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江澤民在上海死亡 他的遺體 10月1日下午 由專機送到北京 習近平、李一強等人 到機場迎令 江澤民的夫人 王野平 隨專機抵特北京並延伸 由習近平率領的 江澤民治喪委員會同一天 發出第二號公告 6日將舉行江澤民追悼大會 但不會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對此專家分析認為 這個其中可能有四大原因 據官媒、央視報導 江澤民的遺體昨天下午 由專機從上海運到北京西郊機場 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李強等 多名中共高層也在現場迎令 值得注意的是先下機的 還有坐在輪椅上的江澤民夫人 王野平 等江澤民遺體下機的時候 央視公開畫面可以看到 江澤民遺體躺在透明棺材裡 且仍然佩戴著招牌黑框眼鏡 而中共官媒曝光已僱前 中共領導人的遺體也實屬罕見 根據江澤民治喪委員會發布公告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委員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 在10月6日早上10點北京大會堂 舉行江澤民的追悼大會 追悼大會將現場直播 全國人民默哀3分鐘 防空警暴明響3分鐘 停止公共娛樂活動一天 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然而對於江澤民治喪委員會發出的公告 有網友表達不滿話 死一隻懶蝦毛有什麼可以默哀呢? 也有人質疑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太反常 說沒有遺體告別就不要說什麼時候死了 看來是早死了 現在只是發喪 屍體不可能放那麼久 所以早點燒 只能不搞遺體告別了 另外 由江澤民死亡政治民間反抗風控的白紙運動 席卷全國 有網友認為 不敢舉行遺體告別是害怕爆發學潮 對於江澤民不舉行遺體告別式 前中國人權主席劉青10月2日對大紀元分析說 這有點不尋常 一般情況下 中共的匪首通常都有遺體告別儀式 估計是因為江澤民遺體太難看 所以不舉行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源說 在2日對大紀元分析說 江澤民不舉行遺體告別式有多種原因 第一 胡錦濤在二十大閉幕上被隔離會場的問題 至今沒有講明原因 如果胡錦濤這次不出席 外界肯定會猜測 胡錦濤怎樣 團派怎樣 第二 第二 習近平不希望外界過度解讀 他已在表面做出黨內所謂團結和諧的氣氛 不願意在這時候 將黨內你死我的權鬥擺上桌面 第三 最近的白紙革命可能亦令到他心煩意亂 老百姓都喊出了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 雖然他解封了一些城市 及此次抗爭降溫 但依然民怨再度 他就以疫情為藉口 一切重簡 然後不舉辦告別式 第四 按照正常來說 中共對領導人死亡應該早有慾安 只不過最近的事態發展太快 可能不在他的慾安之內 所以就重簡了 此外 劉青還指出 更大的原因可能是習近平 用這種方式敲打江澤民派系 劉青說 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 一直在清理江澤民曾慶紅派系 江澤民死了 他不能完全取消對江澤民的追悼活動 但是又不甘心搞得太隆重 所以簡化程序 或者取消一些環節 讓江澤民得不到一般中共的匪秀待遇 在中國爆發抗議之後 廣州、上海、北京等多個城市 先後撤銷管控措施 似乎當局清零放鬆了 但是近日網上披露的一條消息引發關注 華四川十房的多所學校和企業 可能會作為交叉感染的先期試驗場 也就是計劃生病 11月30日 Twitter帳號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發帖顯示 四川德陽市十房本地的微信群中 盛傳兩段錄音 標題顯示為《十房中學》 防疫工作通氣會的短片中 一名男子向學生們傳達中央下達的秘密文件說 中國即將推行的新型防疫模式 要在十房一些地方開展先期試驗 閉環管理 迅速建立群體免疫體系 男子還在錄音中說 奧米克茸的毒性少於或等於流感病毒 十房中學每天七八十人感染 症狀和感冒流感差不多 還說上級要求師生增加接觸、交叉感染 學生不做粗、不注寢、根本無法傳播 這名男子還說 這次進行實驗的不僅是十房中學 還有軌道學院、電子科大、十房分院、醫紀所學校 另外還有一些企業、工廠也進行這次實驗 國家會將這些數據做一個匯總分析 接下來中國防疫政策 要產生重大變革 我們要告訴你們 這次是中央的決策部署 我們下面做試驗 社會其他層面接下來很快就會看到這個無形的推廣 不過錄音內容的真實性還有待證實 但曾經多次被公安拘留的維權人士徐重陽 對法新社表示 他相信對人做實驗是可能的 但對錄音中提到的一份中央秘密文件表示懷疑 十房中學的錄音曝光後 網路炸開 有網友說這個話就有問題了 很多國家都達到群體免疫了 從世界杯的現場更可以看到 人們根本不需要住在一起 而是在開放的環境中漸漸就會達到了 而這樣似乎正在為關學生找理由 還有網友說中共想搞集中營吧 方艙醫院本身就是最佳實驗場所 三年了早應該實驗過了 更有不少網友氣憤地表示 這個叫計劃生病 是要用人命來論證封控的優越性嗎 現在反的不是清零 不是群體免疫 而是踐踏人權 外國集體免疫 也沒有將人都捉入集中營 有網友擔心 這種關起身做實驗是可怕的 如果有孩子發高消 又沒有得到有效救治 造成肺部感染 引起肺炎並死亡 誰來負這個責任 觀眾朋友 你是怎麼看的呢 你認為這份秘密文件的內容可信嗎 你認為中共會拿人做實驗嗎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